这个部分我先请帅将军来帮我们讲一下 就是央视923有做了报导说 有一个骇客组织叫做匿名者六四 今年以来非常频繁的 针对了大陆还有港澳做了网路攻击 因此他们指控这个匿名者六四组织 并不是普通的骇客组织 是台独势力豢养的一支网军 他说台湾国防部下属的资通电军 就是台湾对大陆的网路作战的主力 同时对岸公布了三名资通电军的 台湾现役军人的姓名号照片 而且说大陆的安全机构 现在已经对了三个人立案做了调查 不过针对这个部分 我方的回应说 中方指控并非事实 而且反批中国大陆 你才是破坏区域和平的始作俑者 我想问一下帅将军 你怎么样看这期的事件 这个问题 这个一个国家安全里面 他对这个资通安全的保护是必然的 那么这个里面的嗨客也分很多种 对 你是认知作战的呢 还是军情收密的呢 假定我要刺探军情 这种这种嗨客也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什么好 如果说是造谣捏造什么东西 搞认知作战呢 这就被人家所不齿了 所以这个问题今天 我不晓得这三名军官做的 大陆指控他是指控他在做什么东西 但是嗨客都是不会被欢迎的 因为现在的电路系统啊 电力调度啊 资讯的调度啊 都可以透过这种 嗨客的破坏造成重大 那么通常嗨客它都会存在 就是我要摸清楚 你是什么运作的 你的频率是多少 你的这个网址在什么地方 可以产生 你像以色列这个案子 它如果没有掌握那么精确的情报 不可能诈伤这么多人嘛 所以这个情报手段 网路嗨客是一个 但是我们看 你像以色列做这个被人家所不齿 就是说你是等于恐怖活动 那这个一般的收集情资啊 我觉得是正常 所以这边互相骂来骂去 没什么太大意义 你有本事 你嗨客的能力比他更强 对不对 所以你立案调查也好 你能够做到什么东西 他也是陷于军人嘛 所以我们就不晓得 他做些什么事 今天假的说 我认为你是收集群职 那是正常 对不对 但是你要搞认知作战 那就不是军方应该做的 对不对 那你看我们现在 大家为什么讨厌网军呢 就先兴风作浪的 这个无中生有的事情搞太多 如果是正式为了军事作战 海客我觉得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他都存在 所以我们看他的行为 来判定他对不对 错不错 我问一下丽将军 就是我国防部所成立的 这个第四军种 资通电军到底是在做什么 他是在做资讯作战呢 还是真的就是像帅将军说 有在做一些认知作战的部分 这支部队的前身叫统子部 就统一指挥部 那时候因为每个部 通讯指挥部 他是等于说以前来讲 我们军中来讲 一定有通讯部队嘛 那最早的时候像一个营来讲 就有一个通讯牌 对不对 那军团有一个通讯群 然后国防部的单位就是通子部 就是负责三军的通讯 那时候大概在民国五六十年 那时候大概都是以这个 有线通讯为主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做 类比式的通讯 就以声音为主 拉电话线 就像我们各个总机 大概类似这种单位 但是慢慢随着实在的进步 那以前那种光声音来讲的话 可能不足以表达 那现在通讯资讯来讲的话 通讯方式来讲 已经进步到数位化了 所以有很多资讯方面 比如说是我们从 这个一机进步到 二机三机四机 从原来只有声音进步到 有可以传输文字 可以传输图片 甚至可以传输影像 然后以前的距离来讲的话 可能只限于陆地上 那现在从空中到地面 我都可以传输 所以就把它这个提升 叫支通电 支就是资讯嘛 资讯的范围就很广 通大概就是通讯 那电就是电子战 那我们要知道 这支部队来讲的话 它当然是国防部下面的部队 那国防部的部队负责来讲 我觉得这就是一场政治作战 政治作战有六大战法 有哪六大战法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有心理战 对敌人要有心理战 要有情报战 要有群众战 要有这个谋略战 要有思想战 要有组织战 所以它一定会对 这种部队来讲的话 当然就防御来讲的话 它要建立防御墙 包括所有的这种 我们讲的大的企业 甚至于银行金融业 在这种资讯方面 它也会成立这种单位来做防火墙 避免人家来讲的话 骇客进入到你的系统里面 破坏你的整个系统 但是军队来讲 毕竟讲究是攻击性 它一定也会主动去攻击敌人 只是现在这个政治部队 去攻击敌人来讲的话 被大陆发现 被大陆侦破 代表我觉得有几个重大的意义 第一个来讲的话 大陆来讲它的网路作战能力 比我们强 所以它可以破你 对不对 你们进入到我网站来 来当骇客来破坏我 现在我不但可以增获得到 我还破解了你 我还可以抓出你们这几个人 连名道姓 连相片都出来 那这三位弟兄来讲 我称三位弟兄 因为是我们国军就是弟兄嘛 他等于是领领军人的想 心想担任军人的工作 当然你要服从军人的命令 所以他是在执行军中赋予给他的任务 跟命令在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你军人来讲的话 这时候你如果说我们以作战失败来看的话 那你就是一场跟敌人作战你失败 失败来讲你被大陆来讲公安部立案调查 那也无所费了 反正我们军人来讲打仗的话 对抛头颅撒热血 生命都要奉献出去 何况只是被调查而已 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跟一般的网课就不太一样了 那第二个我觉得更严重的是什么 更严重的是说资通电这种人才都是高阶的精英人才 就像我们这次讲以色列的8200部队一样 都是那种尖端的脑袋都很聪明 学习能力都很强 都会做网路 就像类似我们前一任的数位部部长一样 对吧 从小不读书 自己都可以当到数位部部长 所以都是这些人才 那这些人才来讲 在军中你要招募本来就不容易 我大家可以到外面的企业去创业 对我可以到台积电去工作 我甚至于可以自己创业资讯公司 都是人才 你本来就要用高薪才能够聘引到他 那我们资通电军 好不容易聘引到这三位人才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行踪暴露了 他的身份被暴露了 那我是问你 后续我们国军还可不可以遭到这种 高阶的人才 包括可能台大 清大交大这种电机系 甚至于博士这些愿意到你国防部 来担任资通电的网路的 不管你要做防御 或者做攻击的工作 我觉得对资通电来讲 这次打击是非常大 可能对你以后来讲 招募人才不容易 其他的武器装备 或许我们可以用买买得到 我们可以买到飞机 买到大炮买到战车 可是资通电来讲的话 除了硬体设备 本来就很高 最重要是人才 那现在来讲的话 这次被对岸来讲增货 做了这次以后 会不会有寒蝉效益 那我们国军来讲 资通电军 会不会更不容易招募到人才 这是我觉得国防部 必须要考虑的 那资通电军 现在来讲也很现实 106年把通子部 改成叫做资通电 第四军种 但是那时候是蔡英文成立的 可是这次军种来讲的话 今年就拦腰斩 为什么 因为本来就招不到人才 你这个人才你招不到 你成立这种军种 有什么用 我觉得这次来讲 对资通电军 这支部队军种来讲的话 是雪上加霜 你本来就不容易招募到人才 再加上这次来讲的话 被人家立案调查 把你破获了 把你姓名照片都公布了 我想更不容易招募到人才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变换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第1位话期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